欢迎回到市城有约 十分访谈 今天来聊聊八频道的新剧 最佳遗产 是遗产是赠予也是传承 同时也可能是适者留给所爱之人 最后的告白 如果处理不当 可能就会引起不同的纠纷 甚至会给有心人钻空子的机会 没错 那新传媒的新剧最佳遗产 就以处理遗产纠纷案件的律师 为主角之一 讲述不同的人物之间 因为遗产问题而产生的纠葛 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了 剧中的演员吴戴荣 以及潘玲玲 在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拍摄的点滴 两位好 欢迎 欢迎两位 大家晚上好 欢迎欢迎 那我们首先就跟 目前人在香港拍戏的戴荣 来聊一聊好了 我知道您虽然是长期在香港发展 但是偶尔也会回到新加坡来拍戏 不过这次是接本地剧的主要的角色 那你的心情和体验如何呢 非常庆幸啊 因为主要是我能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离开了新广 然后呢 又有机会回来演出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们演员是比较被动的 能有机会回来新广来演 然后遇到那么多好朋友老朋友 所以很 觉得自己很幸运 很幸运有这个机会 您会说新广就证明了 您真的是我们的资深艺人 没错 请教戴荣大哥 这次饰演的是私家侦探 那同时在林林姐的剧中 是她的前夫 那因为之前的 不愉快的事情离婚了 然后也跟女儿分开 所以整体上来讲 您是怎么处理这个人物性格 那跟您剧中的女儿 陈楚环私底下 有没有特别交流一些演技 或是传授她一些您自己的经验呢 年轻人嘛 当时结婚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是 就是不懂乌乌隆隆的 就走在一起了 然后可能有了摩擦 然后就变成说分开了 可能还会在一个不愉快的 我觉得这种 而且后来也 太太跟女儿也跑掉 失踪了 所以这个人的心里 其实一直都怪我 因为在戏里面 我是一个 可能就是总觉得是 对他们不起的一个人物 然后楚环 他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因为他很用心 然后他其实说 新人也不完全是新人 但是他很多戏 都就是说 他跟他交流 我很放心 能够一起演出的时候 我觉得他一个 非常棒的演员 那林林 林林就更不用说了 他跟他有一些戏 大家对 比如说一些感情 我们30年后 相遇的那支戏 大家那种感觉 就非常聋的 太开心了 能有机会 是 两位应该是老搭档了 没错 那我们就请林林 来谈一谈好了 那林林 你具体上一次 跟戴荣的合作 大概是八年前的 爵士好工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 你算是 两位是老搭档了 同时这一次 也是时隔15年 再次和你 现实上的先生 世男出演夫妻 那跟老搭档 还有跟自己的先生 一起演戏 这样的组合 对你来说 是更有默契 还是更大挑战 更大挑战 怎么说 OK 先说戴荣 因为我们 整八年前合作 那时我们就 那时 因为我从小 看他戏长大的 所以 看到他说 感觉就很奇怪 因为一上以来 就是看他的戏 突然间能跟他 演对手戏 而且那时我也是演他的老婆 那我觉得 感觉非常的奇妙 就是 我从小看到的一些偶像 现在我可以跟他们演戏 所以在演戏的过程中 其实我有点 心情有点忐忑 因为 不晓得 因为他们都 经验比较丰富 那跟我们一起演 不晓得 可不可以承受 我们这种 不规则的演法 所以这是我跟戴荣 我自己 有一个心理 比较大的压力 可是我跟他演 久了之后 他非常好 他很迁就我们 就是在演的时候 他也会跟我们讲 好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到这样子 那我觉得 对哦 就是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所以我就觉得 很开心 就是可以再度跟他合作 而且我觉得 我们这次合作 我们更成熟了 大家 只要会心一笑 然后一个眼神 我们都懂 我们在做什么 在演什么 所以就非常的开心 能够再度跟他合作 你也交讲你老公 交讲你老公 是是是 他太大的挑战了 哎呦 大都不行 怎么说 因为现在我们也是 没有 我们现在也是 夫妻是跟我们现实生活中 超级无敌不一样 所以我老公 现在在这部戏里头 他是非常会主 然后又不多话 然后又是个聆听者 所以这更现实生活中的 室男友 有一小小的差异 然后那心里面 我也很温柔 那我大家都懂 我是一个大喇喇 然后我每次 心持口快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 比较会自己 约束自己的行动 那我老公看了 每次看到 哎呀 真不像你 我说对 你也真不像你 所以我们都会 互相的取笑 对吗 那林林姐 你在之前的访谈当中 曾经说过呢 室男大哥 跟戏里的女儿的互动 都已经快让你吃醋了 所以我相信 现在室男大哥 也在看节目 你就来说一说 你跟戴荣大哥之间 让你印象 最深刻的一场戏吧 我跟戴荣 其实我很怀念 我们年轻时候的戏 因为年轻时候 因为我们两个 都很年轻嘛 在戏里头 然后就生了一个女儿 那原本也会 好好的过日子 怎么知道 哎呀 戴荣就有一点 小小的不争气 不争气的时候 我就开始很多演员 演员之后呢 我印象中 比较深的一场戏 就是我抱着一个小妹妹 那妹妹其实是小储盘 然后那时候呢 那个妹妹 其实是很好玩 很漂亮的 她很爱跟大家玩 也很喜欢我们抱她 每个人抱她都心 直到有一场戏 就是我跟戴荣 发生了一个争执 然后戴荣稍微大声了一点 那我也怕的时候 我也大声一点点 从那刻开始呢 小女孩就不再要我们两个了 她之前是很喜欢我们两个的 然后最后就不喜欢我们两个 所以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 才把她哄好 让她来喜欢上我们 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 很难忘了 我记得小孩子的心里面是比较深 吓到小孩了 我们太真实了 我觉得很对不起那个小孩 她很小也 因为我要做是要骂 骂玲玲 然后那个语气比较大 她就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男人 这么恐怖 老是在骂人 我觉得她真的是很怕 但是我又没办法 因为我们一定要演下去 没错 我觉得她会有同阴影 我觉得她会了 其实她跟我演的时候已经很好了 她也是开始又喜欢回我了 所以她可能已经忘了 因为她没有看到你 因为那时她每次看到你 她都会哭 好了 那我们回到这部戏的主题 那就是遗嘱 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其实这部戏是围绕这个遗产展开的 那拍完这部剧之后呢 那戴荣你对于立遗嘱呢 是否有新的认识 我们都知道你目前还没有立遗嘱了 但是未来会不会考虑呢 首先一个问题 真的是我拍完这个戏 很多不同的那个case案件 都会有不一样的那个遗嘱 就那种遗嘱有一些是骗了 有些两兄弟两兄妹会争词 所以我觉得遗嘱对一些兄弟姐妹 就爸爸比较有钱的情况之下 有遗嘱会比较好一点 会减少很多争吵了 然后对我来说我就没有了 我就理所当然的 不用立遗嘱 所以你现在还是觉得 这件事情就先算了 再考虑 不用了 不用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钱 那林林姐这一头呢 你的想法又是什么 我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我这些 我在主持银色家年华的时候 就访问了两名律师 他们就是在讲解立遗嘱的好处 然后更深深了解之后 我发现到 其实我真的应该立遗嘱 尤其是当我生病之后 我觉得今天不知明天是 虽然我不生有钱 让大龙大哥 我不生有钱 不过我立遗嘱是因为方便 方便两个儿子 可以让他们做执行人 可以让他们去执行 他们该做的一些任务 也方便他们做很多的 帮我安排很多的 就是我的后事了 所以我就觉得 立遗嘱是有好处的 就是让我们下一代会 更安心一点点 去处理很多事情 不用这么麻烦 省时间了其实 两位同样是为人父母 我想大家这方面 可能大家想法 就都蛮不一样的 其实不管有没有钱 我们都应该要事先立遗嘱 比较好一些了 对不对 我们把握最后的机会 问问大龙大哥 之前您在采访的时候提过 说新加坡是你的少林寺 是一连基本功出道的地方 那接下来 还有没有任何的计划 回来接演更多的剧集呢 我非常期待 因为我是从新加坡训练班开始 然后进入了当时的新加坡电视台 然后就拍了几部电视剧 是完全从这边开始的 然后我的老师是李永徐 还有夏老师 他们就完全从新加坡 锻炼我的所谓功力了 然后就后来才会有机会再去香港再拍 如果再有机会 我真的希望新加坡的观众朋友 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居家遗产 让我们能有收视更好 让我们的机会就更大 所以靠你们了 好 居家遗产 今天晚上在八频道登场 非常的期待 也感谢两位 谢谢两位 好 谢谢 好 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一起去看的是 无法独处 惧怕分离 是阴影导致还是性格使然 广告之后生活小学堂 一起去认识分离焦虑症 要走开小和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市场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ini